婚后老公一无是处,还出轨白月光,我一怒之下将他虐个底朝天,最后他跪求我别走,而我抽身选择离场,听说老公的白月光回国了,老公竟然激动得血压升高,住进了医院。 我记得去我好像也没有激动到这个份上,我觉得像他那种颓废,可能除了我也就没人要了,他工作不上心,常常被上司讯,除了会对我抱怨,就是回家打游戏,当初的誓言说得天花乱坠,而我却选择了相信。 婚前因为白月光,他的工作给瞎搞没了,我还是一样相信他,鼓励他,让他振作起来,还帮他找了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他却不求上进,整日上班迟到,业绩也是倒数第一,所以,我对他并不抱有多大希望。 他倒好,现在躺在病床上,还要我忙前忙后伺候。长这么大,父母还不舍得这么拆迁我。 他倒好,跟老佛爷似的。当初嫁给他,是我通过深思熟虑的选择。都说婚前婚后不一样,我还确实看出来了他的天壤之别。 孩子现在两岁,他从来都没有照看过,除了吃喝玩乐,就是借口很忙。 要不是因为我这个妈妈的身份,也不至于恋爱恼到这个份上。 现在又开始为了他的白月光住院,让我伺候,他妈还没对他这么上心呢。 我可不想再忍气吞声,于是走人。 他还不乐意了,躺在医院找借口不回家。 不回就不回,谁还不想清净会。 我才懒得管他。 对他好事看在这几年的情分上,对他不好,是我做妻子,不该受委屈的本分。 他从医院出来后,没有回家。 白月光的到来,让他怎么轻易能放下他们的过往。 从前白月光没有选择他,是因为白月光把他当作了一个替身,让他沉迷其中。 而他却实陷了进去,无法自拔。 只不过,白月光从来喜欢的都不是他,只是将他像抹布一样,随手一丢。 他的工作,也是因为白月光而没了。 白月光反而一点都不敢动,还是和他的死对头最后选择在一起了,后面悄悄出国。 再没了音讯。 他被耍得团团转,之后就死了心。 而我对他的这段过往,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 结婚后,因为他的这段过往,我还着实有点同情他的过去。 只是现在看来,不用了。 他将我们的感情,根本就不在意。 白月光的到来,还是不足够让他死心。 他的白月光,我之前有幸见过一面。 只是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之间还会有那种关系。 他当时的那句话,我一直历历在目。 却一直不明白,他在暗示谁。 现在看来,一切都跟我有关。 还不忘挖苦讽刺我。 没想到他确实也不争气,还想着旧情复燃。 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而我已经观察到了他的一举一动。 没有忙着拆穿他。 不过他的白月光,并没有选择见他。 一个人的心,如果不在这里,那我确实也做不了什么。 只能做的,就是对他警告,然后抓住他的把柄,将他那些拿不上台面的事,全部抖露出来。 然后选择灭他。 结婚两年,我从他那里,根本没有得到一丝关心。 都是他对我的抱怨,这种日子,我也不准备过下去了。 每次看到幼小的孩子,我内心总是鼓足的勇气,再次放了下去。 我克制着自己,准备再不给他反击的机会。 他逍遥快活了几天,累了,就想到还有哥,我可以伺候他。 所以他一周后,偷偷摸摸回家了。 看我对他减少了以往那种气热的态度,还主动倒贴上来。 老婆长老婆短的一个劲,叫着。 我无动于衷。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这是什么话? 你今天的反应,我绝对会有大事。 我盯着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 我哪有什么大事,我就是几天不见你。 想你了。 他的眼神闪躲,感觉漂浮不定。 我可告诉你,别干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否则后果自负。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觉得此刻我好像吃了火药。 什么后果? 回娘家,你这种操作又不是没有过,再说,你还能翻天不成。 他那种不可一世的态度,我真的恨不得立马上去打他两巴掌。 不过,我并没有。 我只是去了客厅,倒了一杯加了腹泻药的水,让他喝了下去。 还是老婆好。 他没察觉到这一切,还一个劲夸我懂事。 喝得还挺高兴,一股脑,一杯水都已下肚。 我淡淡一笑,并无应答。 他不到五分钟,便肚子疼得要去上卫生间。 刚好我提前站为己用。 终于听到他第一次祈求我,还是要上卫生间。 我笑了,滥悠悠地走了出来。 他还没冲到卫生间里,我便听到一阵翻山倒海的声音,没听错的话,他是已经解决了。 还是在卫生间外解决的。 他在卫生间里恼凶成怒,还吼我去拿一卷纸。 看着他狼独的模样,我真是感觉报复起来爽极了。 不是谁都会一直对他有忍耐。 我也不是。 他这几天,茶不思饭不想。 下班回家就是发呆。 我琢磨着寻思一下,他还对我责备一番。 你看看你,除了整天做饭就是看娃,就不能有点自己的事业和爱好吗? 怎么,现在开始嫌弃我了,当初结婚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被我的话堵了回去,气更不打一出来了。 当初你还说要孝敬我父母呢,你不也没有做到? 嗯,好一个白眼狼。 那你父母给我看孩子了。 还是你给我看孩子了,这个家你主外我主内,难道有错吗? 我倒是希望可以像别人一样,有自己的事业,不在家忙东忙西。 你倒是主内,让我有时间去找个自己的爱好啊。 他听得不耐烦,敷衍着说。 哪有男人主内的。 是吗?那你就别来要求我。 他伸手去拿桌上的碗筷,准备开动。 我起身,匀速将他面前的碗筷快速收回。 你什么时候下班,不吃我做的饭,那也是能耐。 行,我出去吃。 他怒气冲冲地夺门而出。 我倒没有阻拦。 毕竟,他现在挣得钱除了给他妈和他弟,根本没把我和孩子放在眼里。 钱多,那就好好消费去,反正我是不愿意再看他的臭脸,还要第三下四当个保姆一样去照顾他。 每次饭菜上桌,从来都不过问我是否吃过,只会在餐桌上除了指责,就是只顾自己的肚子有没有挨饿。 这种生活让我早已感到厌倦。 我不想就这样因为孩子,而变得一文不值。 他这几日又开始作妖。 爆个手机可用神了,还不忘傻笑。 我知道他又有猫腻,于是安排他拿东西来乘机偷看他的手机来获取有利的证据。 没料到他却改了手机密码,我只好作罢。 他的手机这几日整天都不离手。 我一看向他,他就在疯狂的码字聊天。 我一问他,他就说是和客户聊工作的事。 说我神神叨叨,不要管太多。 谁想管,要不是看在他是孩子爸的份上,我可能都不会考虑再留着他。 于是我准备,换一种生活方式。 我花钱雇了一个保姆,家里的一切活都被包揽了。 从未有过的轻松感,让我觉得这么久,我都一直活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 他知道后,还对我甩脸。 你知道保姆一个月多少钱吗? 你不挣钱养家,还要用来大手大脚。 谁说我不挣钱,再说了,我现在花的钱又不是你的,你有必要在这里阴阳怪气吗? 我丝毫不给他留脸。 不花我的,也不能这样。 而且我们这是婚后,那财产不应该是共同的吗? 谁和你有共同财产,谁倒霉。 那你的怎么不拿出来,我也共同一下。 我将他兑了回去。 他搪塞道,男人得身上有钱,七管炎的男人就是窝囊废。 真是说得冠冕堂皇,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整日管他不给他钱花。 殊不知,他的钱被他家人早已压榨殆尽。 死要面子活受罪,死鸭子嘴硬。 我对他嘲笑一声,他知道他的面子快被我拆穿,于是找借口离开。 我去看一下我妈,晚上就不回来了。 找保姆的事,你自己考虑清楚,不要给我增加压力,我可养不起多余的人。 我呸,什么时候靠你养? 我早就饿死了。 真是渣男。 都说妈保难败家。 果不其然,除了一无所事,就是听他妈的话。 他有个弟弟,高中没考上大学,就颓废在家了。 年满18了,也没有想要为自己的人生做打算。 只有我老公会惯着他弟。 他弟想要手机电脑,全部统统安排。 我想要十块钱的梨子,他都不愿意买,每次都是空手而归。 他妈对他这个弟弟,可是百般浇惯。 和我老公一样,也快大乡净庭了。 他除了现在还有个工作可以维持。 别的都没什么可以让人扣着脚趾头能数出来的优点了。 他弟刚满18岁,他妈就筹划着想方设法的为以后娶媳妇做打算。 说房子的事非同小可,要指望他这个哥哥了。 每月工资一下来,就被他妈客客完了。 丝毫没想过我和孩子的生活该怎么办。 他妈思想封建,总是认为男孩都有出息,女孩没必要好生伺候。 而我恰恰生了个公主,她得知我生的是女孩后,从未来过,也没有过问我们的生活。 还一直躲着我们。 公公死得早,他妈就没有改嫁。 而他的这两个孩子,都被他宠得,现在不是啃老,就是妈宝。 现在还瞧不起我在他家的地位。 这种不把儿媳妇当人的婆婆,我认为好不到哪里去。 家庭也不会太幸福。 因为家和万事兴。 得知当初我嫁给他儿子,也是他一手操办的。 并非说有多大的排场,只是敷衍走个过场。 我和他儿子的相识相知,都是他促成的,并不是他儿子的主动。 这不,又让我去看他妈? 你多久没去看我妈了。 我妈难道不是你妈,有没有孝顺心? 好呀。 可以看,你自己随理,我和孩子没花你一分钱,你别找我要。 他瞬间黑脸。 好呀,原来你嫁给我,这么让你厌烦,你不如和我分开。 我早都想一走了之。 是啊,你妈你弟都比我重要,在你眼里我算什么?免费的保姆。 既然要去看他妈,那我就要出这口气。 行,我去看你妈,我买力。 他以为是我服软了。 对吗? 这种态度,才是一个属于做妻子的态度。 我根本没功夫搭理他。 想着如何从他妈那里,讨回属于我的那份公道。 闺蜜得知我的宝贝要满两周岁了,就说想着要送个什么礼。 我谢绝了,毕竟孩子他爸都从未记得起自己女儿的周岁生日。 说来时间感得真巧,去看他妈的日子赶上宝贝女儿的生日。 刚好,也让婆婆表表心意。 一家人整整齐齐,围坐一桌。 妈,我来看你了。 婆婆见到我来,吓得起身一个亮枪。 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妈,是我让她来看你的。 老公,还对债他妈眉飞色舞。 好像功劳都是她的。 对,小伟让我来看看您,这是我给您带的保健品,听说可以美白养颜呢。 我说得头头是道。 婆婆看到,我带的大礼,一把结果,瞬间簇着的眉头开始放松。 儿媳妇呀,妈可是想你想,得不得了呀。 哎哟,你看我孙子长得多可爱,太像他爸了。 会不会夸呀? 谁像你儿子,就这辈子完了? 妈,我接个电话。 是闺蜜打来的,说是看我的宝贝女儿。 我将地址发了过去。 妈,这段时间您可真忙,都不见您来看您孙女。 婆婆尴尬地挠挠头。 就是,这段时间太忙了,要给二儿子准备婚房。 我吃惊地看着婆婆。 妈,小叔要结婚了吗? 真快啊,我想目睹一下他的新娘是什么样的,妈不介意吧? 可能,戳中了婆婆的痛点。 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这是,不用急,小枫那么有能力,媳妇早晚的事。 对,妈,小枫确实还小,能力也很强。 老公瞪了我一眼。 好像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刚好闺蜜感到。 威威,今天孩子周岁。 给孩子准备了什么礼物? 说着,闺蜜将自己买的那份礼物拿了出来。 是一个样式精美的黄金坠,挂在了孩子脖子上。 婆婆看到了,还装无作样。 哟,今天是我孙女过生日,我怎么不知道? 说着颤颤巍巍地将二百块钱塞在了我手里。 我看她恋恋不舍的模样,还真是第一次对她大放血。 老公根本不在意孩子的生日。 妈,这个钱我们不要,我们有。 她竟想拿走属于孩子的一点心意。 我将手中的钱攥紧,直接塞进了孩子口袋。 这份奶奶的心意,咱们收了,不收不吉利。 老公气得牙痒痒,直接甩脸走人。 婆婆处在那里,勉强地笑了笑。 在婆婆面前扳回了一局,把老公气的血压又一次升高,差一点住院。 这本来也不怪我,如果不是,她让我去,我也不会压榨她妈。 自己的女儿都不心疼,就心疼她妈的两百块。 我还真是觉得可笑。 这日子没法过,你看看你,是纯粹来让别人看笑话的是吗? 我被她莫名其妙地抱怨,弄得一头雾水。 什么笑话? 你闺蜜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送礼,是想给我妈下不了台吗? 还是你一早就商量好,要给我妈来个截壶? 你明知道,孩子过不过生日无所谓,重要的是,我弟现在需要钱。 这种不要脸的话,也只有这种渣男才能说出来。 孩子怎么不重要,那你当初还想着要孩子,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吗? 你又是什么身份? 我妈说,生女孩子没出息。 你妈说你妈说,难道你还未成年? 你还怎么了,就不是你的孩子了吗? 你一个当爸的,什么时候对孩子上过心,你连一个外人都不如。 他不耐烦地摆摆手。 别说了,我现在没心情和你胡搅蛮缠,过不下去就离。 这是你说的,到时候谁不离谁是孙子。 我抱起孩子出了家门,一刻也不想停留。 我真是眼瞎,能看上这种货色。 我决定不这么一走了之。 我要让他后悔莫及。 不是谁的尊严可以随便见他。 更何况,结婚前车和房都是我买的。 想让他净身出户还不容易。 只有自己的父母才不会嫌弃自己的孩子。 我怕父母帮我照看一下孩子。 我还未说出口。 父母看出了我的难处。 最近你们小俩口是不是吵架了? 我妈当初对我的婚事就不看好。 是我没有听她的建议,还觉得自己捡到了一个宝。 这是我最失败的一次。 不过,这是不能让我妈操心。 没事妈,我们怎么会吵架,我就是想出去工作,小伟那点钱怎么够我们娘俩花? 我妈没有再追问下去。 孩子的事,你放心,我早就想给你带孩子,就是你一直不愿意,现在又愿意了。 我贴近妈妈的怀里,点点头。 感觉有家才是我的依靠。 两年没有上班,对我的业务可是生疏不少。 我本是一家事务所的律师,工作也顺风顺水。 当初认识这个渣男还是在机缘巧合下,给他朋友办事才接触到他的。 他对我死缠烂打。 每天的短信内容虽然不变,但是每一句都是温暖。 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记得要吃早饭哦。 薄。 今天天气不好,多添衣物。 不要忘记带伞。 薄,不要用凉水,对身体不好。 虽然朴素,可是中用。 但是后来在一起,我发现这些,短短的问候,都是他妈发给他的,然后他再转发给我。 这些我都并没有责怪他,只是觉得他可能太过于老实本分,所以是个靠谱的人。 不过,现在看来,我是嫁错人了。 所有的心机,都不是表面,才能显现出来的。 上班了,我感觉生活充实了很多。 每天忙碌的生活,无暇去顾及一些琐事。 我走后,渣男才不愿意花钱去顾保姆。 没想到厚着脸皮来找我。 我可不是吃素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你还能有闲心工作? 我瞥了他一眼。 怎么,我工作爱着你试了,是来找我离婚的吗? 等我,收拾好,现在就去。 离婚,你说得可真容易。 你想让孩子没有爸爸。 他跟无赖一样,坐在那里,一边说,一边打量着。 孩子你从来不管不顾,有爸没爸都一样。 那离婚,孩子可不一定是你的。 渣男挑衅地说。 是吗? 那我们走着看。 对了,没事别妨碍我工作。 请吧。 他一脸不情愿地走了出去,还嘴里发出怪异声。 哼。 既然这么不要脸,那我也没什么需要给他留情面的。 晚上,我和闺蜜,我和闺蜜去了一家餐厅。 当场看到了,渣男竟然也在现场。 还和他的白月光眉来眼去,暧昧的行为,让我想要呕吐。 我将他们一举一动拍了下来,作为我以后有力的证据。 他的白月光,见过我一次,还是在我们结婚前。 他说。 我不选择的。 都是我眼里看不上的,你想要,便拿去好了。 这明明就是绿茶婊,怎么在他眼里,却是白月光。 真是眼光独到,所以也是半斤八两。 现在狼狈围歼地在一起,又算什么? 他对在渣男耳边,轻声说了什么。 渣男便走了过来。 哟,吃饭也不叫我。 我感觉他身上此时都是恶臭味,顿时想吐。 我捂住嘴巴。 这是我。 还没等他说完,绿茶婊就走出来说。 我们见过,你是他老婆。 是啊,难不成你是他老婆。 你难道忘记你当初给我说的那句话了吗? 我嘲讽地看着眼前的绿茶婊。 胃里又泛起了恶心。 胃疼,借过。 着实被他们刚才的行为给恶心到了。 直接来不及跑,就吐在了渣男身上。 他被我也弄得十分恶心,直接骂骂类类地跑向卫生间。 绿茶婊默不作声,紧随其后跟了上去。 闺蜜被我的操作惊呆了。 不忘给我比个赞。 渣男最近肆无忌惮。 不管在哪里,都带着他的白月光。 这不,还领回家了。 真是给脸不要脸。 还好,在他白月光回来之前,我就在家安了监控。 想要律我,还得付出点代价。 我直接做了万全的准备。 拨通了他那位白月光老公的电话。 你老婆正在和别人家老公在一起。 直接将地址发了过去。 我在手机上,着实看了一场精彩的现场桌间大戏。 而房门的钥匙我早已放在了门框上,就等着他们入套。 渣男被吓得够呛。 而他的白月光,竟然祈求他老公的原谅。 他老公一巴掌。 打得那位白月光满地,找牙。 白月光追了出去。 这场好戏才刚刚开始。 渣男知道,是我让他难堪。 便跑来我的事务所,找我叫嚣。 你真不要脸,既然监视我,你不想让我好,我还偏偏就是选择别人,也不选择你。 不要脸的是谁,谁心里清楚。 你做出决定,就不要后悔。 我回击着。 后悔的是你吧。 你好不了就想着,让我也别好过,你这种人,也没人要。 渣男没等说完,我叫保安赶了出去。 你等着? 我确实等着这一天逆袭。 很快就要到来。 我隐藏了我千金大小姐的身份和尊严。 去背嫁给了这个人母狗样的渣男。 他身无分地娶我,我都感动得稀里哗啦。 这一路走来,真不知道他哪里好。 这一切,我都会让他加倍奉还。 一点一滴都不会放过。 不要以为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 我和渣男的上司灵想是很要好的朋友。 他曾对我紧追不舍,而我的双眼当时被渣男给蒙蔽了。 竟会相信渣男那心机的话语。 林响这么多年,都未娶,还是单身一人。 我对他一直抱有愧疚。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从我闺蜜那里,听到了我最近的处境。 还会打电话安慰我,并且约我谈谈开心的事,来让我忘记那些不愉快。 他只字未提当初,却又表现出了那份对我从未放下的心。 林响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的心。 他心细而且会照顾人,这样一个男的,没有谁会不上心。 当初,我和林响的感情促成了兄弟。 没有在意他对我的态度。 现在想起来,一切都是那么愚蠢。 这段时间,他对我嘘寒问暖。 还会跟我一起去看我的孩子。 这些小细节,我都看在眼里,绝对这两年,渣男对孩子还从未这么上心过。 好像孩子更像是林响的。 我酸涩地笑着。 此刻眼睛变得模糊,泪水不经意地掉落。 这一切都快结束了。 我要重新回归我正常的生活。 不论如何,渣男都会变成我的垫脚石。 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去追林响的机会。 以前是我错过了他。 现在,我想重新认识他,不计过往。 接下来,就是让渣男身败名裂。 看着我是如何没有他,也能活得更精彩。 我攥紧双手,望向窗外。 仿佛一切都在昨天。 作为律师的我。 更本不会害怕孩子的抚养权被争夺。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冤家路窄,再一次看到了渣男和他的白月光手牵手逛街。 我也丝毫不避讳。 怎么,没男人陪你逛街吗? 绿茶婊直接挽着渣男的胳膊,斜着眼嘲笑着。 就他这种货色,怎么会有人要? 渣男也附和着。 那你又是什么货色,还没离婚,就做着偷鸡摸狗的勾当,拿不到台面。 有什么可搬门弄服? 渣男被我惹极了眼。 还不忘补一刀。 离婚是早晚的事。 我和你现在只是夫妻之名,不要妄想着从我这里拿走一份。 多么可笑又牵强地解释。 你住的房子都是我买的,工作也是我找的,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钱? 渣男因我拆穿而彻底激怒。 上手就想打我。 林响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一把拉过我,将他推了出去。 渣男被推倒在地。 看着眼前的上司,在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只好拉着他的白月光灰溜溜地走掉。 第二天,渣男就被隔去了了职位。 没有工作的他,就像一个无头苍蝇到处乱转。 此时,他的白月光却不见了踪迹。 他竟然还有脸来找我。 真是可悲又可恨。 威威,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份上,能不能给林响说说情,这份工作对我十分重要,你知道的。 我看着渣男满脸的愁容,在想想他过去的一举一动,我绝对不值得为他这么做。 我摇摇头。 抱歉,你的事,跟我没有关系,不是我能决定的。 渣男看我十分决绝,点点头。 好,你这么不留情面,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渣男他妈也不忘来找我。 对,呀我就是哭爹喊娘,搞得我好像欠他们家的一样。 威威,我家小枫出事了,希望你能够帮帮我。 你儿子出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若不是你一直惯养,怎么会生出这个胚子来? 出了什么事? 我不慌不忙地问。 小枫他赌被抓了,你是律师,我知道,只有你能帮得了他。 你儿子的事都已坐牢,难道让我去游说不行? 妈,这个事不是谁都能去说的,小枫他自己犯了错,就应该去承担。 而不是逃避。 婆婆这是要一哭二闹三上吊。 抓住我的衣角不放,还当场给我下跪。 威威,这个事,你必须帮忙啊,看在我是你妈的份上,还有你和小伟夫妻份上,好不好? 路上的人,看热闹得越来越多。 他还真是和他儿子如出一辙。 我拉他起来,他不愿意。 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我在欺负老人。 我正愁怎么让他起身时,林响再一次出现了。 他直接在人群中走了过来。 阿姨,这件事我们会处理的,您先起来。 婆婆望向我。 我点点头。 这才说服他起身。 事后,我很是不理解林响的做法。 便问。 我帮不了他,你为什么还要答应他? 林响解释说。 当时的局面有点不好收场,如果不这样说,就没有办法脱困,要随机应变,更何况你还是律师。 这点不应该比我再好。 想想也是,但是我,确实帮不了他。 林响知道我内心的想法。 答应他,只是稳住他的心态,又没让你一定去帮,不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的,就不要去想。 他说出了我的困顿。 让我对他的印象,大大的提升了一个档次。 这是他再一次救我于危难之中。 婆婆三天两头,在我上班的地点等我,就连渣男也一起来说服我。 我带他们直接来到公安局,让警方给他们解释。 婆婆始终听不进去任何理由,以为是我在找借口,不愿意帮助。 听到警官说赌的金额过大,要被拘留三年时,婆婆急火攻心,一下承受不了打击,当场就晕了过去。 他儿子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拿去挥霍一空。 他能有今天,也是应得的。 不接受一点教训,又怎么能长记性? 婆婆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全部心血都放在了他这个小儿子身上,没想到到头来,还被掏空了一切。 这种双重打击,可能是谁都受不了。 我不愿意再出现在婆婆面前,因为她现在,心里还是想着,她那个娇生惯养的儿子,并不是想着她儿子为什么会被抓的原因。 婆婆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就连婆婆火化的钱,渣男也承担不起。 虽然原先婆婆对我也是百般挑剔,但是这个时候,我也不愿看着她尸骨未寒。 我将婆婆最后的丧葬费,一切都承包了下来,也算是一个最后的交代。 一切料理完后,我决定和渣男去民政局离婚。渣男此刻却变了以往的态度。 微微,对不起,是我不好,你原谅我好不好,是我知道我错了,不该一直对你视而不见,所有的错,都怪我,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她拉住我的手,跪下祈求着。 如果开始懂得珍惜,就不会有今天这种结果。 我们该结束了,不是所有的错都是能够弥补的。 我不愿意再给自己一个错过幸福的机会,也不会再给自己一个错误的选择。 我甩开她的手,离开了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家。 只包不住火,我还是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告诉了父母。 令我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并未阻拦和过问。 母亲说,你做出的决定,我和你爸都选择支持,因为你的幸福大于一切。 我再也忍不住这两年带来的压抑感,抱着父母失声痛哭。 终于释怀了,也该好好做出正确的选择了。 这天阳光耀眼,我和渣男的离婚很顺利地办完了。 孩子的抚养权当然归我。 渣男知道,这两年愧对于我。 在离婚财产分割时,他只能选择净身出户。 他唯一留给我的念想,就是最后,把自己的工资用来给他那位白月光买了昂贵的护肤品来作为对我的补偿。 这两年,我省吃俭用,有了孩子,更是节约用钱。 他娶我时,直接工作都没有,属于三无人员。 没车没房没工作,彩礼更不用说了。 婚后,我也是花着自己前几年攒下来的钱。 怀孕想吃个水果,他都是那么吝啬。 没想到,看到他此刻给我留下的补偿,竟是别人不要的东西。 多么讽刺,我始终都不如他那位白月光。 而我选择相信他的每一句说过的话语。 活的人不忍鬼不鬼。 父母当时劝我放弃,我却执迷不悟。 每次吵架回家,我都装作若无其事。 其实父母一切都知道,只是想给我一个台阶下。 而我将满肚子的委屈全部吞了下去。 结束了,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只是这次多了一个我想要的盔甲。 有了女儿,就要更加做一个努力的妈妈,积极向上。 我和林响结婚了,我们又有了自己的宝宝。 和林响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觉得很充实又短暂。 而我再次看到渣男时,他满身的灰尘。 他的白月光,在他没有工作的时候,选择离开了他。 现在,他当起了一名环卫工,来支撑着他自己的生活。 当初有家的他,都没有珍惜过。 一切,现在却做起了不起眼的脏活泪活。 人生就是这样,当你生在福中不知福。 失去一切的时候就懂得珍惜。 望着他,我拉紧了林响的手。 这天微风不躁,我和林响准备去游玩。 半路。 一辆车突然一阵急沙挡在了我们前面。 我示意林响,先下去查看一番。 林响不放心,便紧随其后。 我敲响了那辆车的车窗玻璃,车上立马下来了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子。 他掏出怀里的刀,准备对我行凶,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得目瞪口呆。 林响连忙冲了上来,挡在了我的面前。 鲜红透了他白色的衬衣,滴在了我的手上。 我吓得失去理智,慌忙大叫。 我看清了那个男人的脸,他正是晓风,我前夫的弟弟。 他慌忙开车,离开了事发现场。 我颤抖的双手拖着林响,努力地向车走去。 林响,你别吓我,一定要坚持住,你说过还要陪我去逛公园,去看大海,还有给我们的宝宝过生日。 我哽咽着,抽气声越来越大。 他的血滴了一路。 我一手按住他的伤口,一手开着车,匆忙驶向医院。 看着他推向急救式的那一刻,我彻底崩溃。 为什么好不容易得到的幸福,又要化为泡影。 最终林响还是离开了。 我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妈妈。 听警方说,凶手已被绳之以法。 而我不死心,想要知道,他为何要对我下手。 我接通了那个探视电话。 你为何要毁掉我的幸福? 你们一家都要毁掉我吗? 我杰斯底里。 他轻蔑一笑。 我妈的死跟你有关。 你要付出代价。 我笑了。 是那种鄙视的笑。 你笑什么? 他询问着。 看来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你妈为何会死? 若不是拜你所赐,你妈怎会生病? 你活得真可悲。 他仍然不可相信,这一切是他亲手造成的。 还在愤怒地埋怨我。 不,一切都是你。 警官直接制止了他的行为。 将他带离现场。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而我还在努力向前,不知疲惫。 请不吝点赞。